未來鄉舊頭派出所的辦公聽者 是在民國71年時興建的 因為這件事沒有太過勞 在家鄉空間不久 營出管府就變了800萬的金貴 在家鄉代表6000所關注的3600萬 在原地來進行中間 你今天在各個貴賓的參議一項 在新的辦公聽者 也開心來基盤六成啟用電力 民國71年興建完成的 在西京江區賃主了好 嚴武力增加,加上更進行年貢讀 管副邊立800萬的金貴 加上企業幫助進行中間 25日這天進行六成啟用 我想這個 橋頭派出的設計 非常有格調 然後裡面的軟硬體設備 也非常的先進 我相信在我們現有的基礎上面 对我们辖区的治安跟我们的交通和安全维护 一定有产生极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要因应越来越大越无量 警察局这边也当交通派出所看大到17个人 因为身件的听伤是1 人数25人去整月 空间比去20个更大 未来总的可以提供境风更好的办公环境 原本就有的停舍空间是非常狭小 包括住宿什么都是直接大通步的方式 然后再差不多只有30瓶的大小要租个20个 那现在新人青社这里 总共三层楼地板面积有1200多平方公尺 大约400瓶左右 里面的设备器材都是非常完备 虽然感到苦的进主 住来已经靠近加渴经济发电 但是人一桌在岸就竟加需要加凶 一次台数6轻押观景3600多万 帮助新听伤的行业希望能够提升地坑彼安 这个交流派资所的事实是台数企业 都从投资3千600多万 对设计建设和使用家 都台数企业一手来完成就对 台数企业 就是为了地坑治安 可以比一天更好的 警察站在第一山保护人民 严有这个又危险 相信有了新的听识 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办公 为地坑治安的提心努力打拼 现在大家看采红报道